歡迎回來《要財財經台》直播時間 來到發達廣場的時間 而我身邊的嘉賓換來 我們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遠慈希,Harry Harry,你好 你好,Mac 這節跟Harry 首先跟進一些強勢的版塊 回顧今年來說 其實都不難發現 其實電力股方面做得不錯 好像是902或是836 其實看圖表來說都很漂亮 好像是902 其實從6月開始直到現在的黑為止 都是一直向上市的位置 要問一下Harry 其實如果冷凍一點這樣說 去看這些電力股的時候 嘉賓觀眾有興趣要留意這個版塊 其實留意些什麼好 看看煤價還是電價 還是他們用電量等等 應用什麼指標去量度這些股份 你好 我們看到中國經濟回暖 看到本身的一些電力行業 其實本身的前景方面 很多時候都被市場 再次重新去評估 很多朋友都會去問我 其實都有很多指標 我們看到 在這半年 上半年特別看到 中國經濟 預冷的時候 煤價的下跌幅度 都比較多 而反之而言 看到 在下半年 也會看到 電價上升 這些一一的數據來講 對於電力股來講 會不會在利潤方面 有個很急劇的提升 這方面 其實我都會想 跟觀眾分享 以這半年 我們不同的節目 都說到 都不停地去分析 內地的一些電力 電力板塊的 看法 總體來講 其實在電力股當中 整個行業 很多時候都會講到 兩方面 一方面就是 集中式發電 以及分佈式發電 先講分佈式發電 分佈式發電 是甚麼 本身是一個城市 散開來 做一些發電的組裝機組 特別在相關近日 觀眾留意到 太陽能板塊 又或者風電 這些不同的電力股 或者是電力組裝股 這些是屬於分佈式發電 另外一方面 講到集中式發電 集中式發電 其實是甚麼來的 就是讀者會比較熟悉一點 你都見到 我們可能香港 或者內地 都是非常之用的 火電 或者水電 那方面 一個大的發電廠 就供應了整個城市的電力 如果你說 再慢慢地去細分 不同的電力 能源 很多本身的電力股來講 譬如華能國電 或者剛才提到的華潤電力 都是主要集中在火電 發電的行業 如果你看 整個行業的板塊 電力股 電力股 其實都會看幾樣東西 電價上升 又或者煤價下跌 甚至是利潤率上升 這些都會影響到電力股的盈利敏感度預測 都跟觀眾去螢光幕分析 我都會列了四隻主要 很多時大家都會看到的電力股 電力 近來這半年 電價上升 對於整個行業 利潤上 都會有特別的提高 我們特別看到華電國際 對於電價的敏感度 是非常之高 每升1% 其實對於他們的盈利預測 都會上升六成 如果你說近來看到 煤價 也會繼續有下跌趨勢 對於華電國際 也會特別地有利好的作用 如果本身的利用小時上升 對於這股份 也會有特別的利好 所以你會看到華電國際 對於外在環境的敏感度 是非常之高的 這個其實看到 股價那方面也反映了 如果投資者去看 不同的一些 電力股的時候 需要看回這四個的一個範疇 特別看到 貸款利率會不會說 明年也會有一個回升的趨勢 這方面很值得 整個不同的投資者去想 剛剛說到 不同的因素 都會影響 不同電力股方面的 一些表現 其中一個 想和你再詳細說 就是煤價方面 經常都會提及 煤電 價格方面 會有一個 拼軌 其實煤價和電價方面 如何影響 電力股方面的走勢 煤價方面 特別看到 煤電聯動 這件事 其實事常 也會影響到 不同電力股 股價的走勢 這方面的新聞 也說到 國家亦想 在本身煤價方面 仍是一個 市場化的 措施 這方面 對於 不同的電力股 有一定的影響 如果說看 環撥海 動力煤 價格的表現 近來 反而 也會看到 有一個 下跌的趨勢 這方面 對於 本身 動力煤 綜合表現 平均價格 反映甚麼呢 其實本身 倉庫的存量方面 反而是有提升 這方面 和市場預期有少少不同 特別看到 如果說中國經濟 慢慢地回升 其實對於 煤炭的需求 或者是電力的需求 其實是有一個 上升的趨勢 為何會有一個 反而 倉庫的 上升的趨勢 我們看到 其實本身 今季 如果你看看冬天 亦都是傳統的 一個用電高峰期 對於本身 動力煤的需求 其實應該會有一個 上升趨勢 但中國本身的 經濟的回升速度 其實你說 第四季有一個 竹底 回升的力度 其實也不是 那麼強 現階段來說 看動力煤的價格 現在 看整個 電力行業 對於動力煤的需求 是非常之大 但是本身 譬如 PMI的數字 又或者 不同的工業生產 其實只是在近這兩個月 才開始慢慢地回升 如果你看看用電量的比例來說 在中國裏面 居民的用電量 只有12.9% 其餘的 接近80%的用電量 主要是用於工業方面 之所以我們看到 工業生產 或者本身的工業增長的動力 對於煤價甚至電力的敏感度 是相當之高 這方面我都會預期 接近 直至今個月 或者 明年第一季 煤炭的 庫存 方面 仍然會有一個比較高的水平 導致煤價不會有一個大升的趨勢 如果說相對下來 我們看不同的電力股 對於煤價的敏感度 特別是華電國際 這方面 以這個態度來說 我相信 接下來煤炭的成本有一個上升的壓力 也不會說太高 根據這圈商 家人國際 有一個報告說到 電煤的價格聘軌 對於煤電行業 衝擊是有限的 對於這個報告的態度 你是怎樣看 如果你說看這份報告的分析當中 我相信 本身煤價方面 在今年年尾 甚至年初 都會維持我自己的看法 都仍然是一個比較 低位徘徊 如果說看剛才的價格圖裏面 都是大概是635元 這些水平 繼續去徘徊 我相信 回到以前的一個水平 甚至可能680元 或者700元 這些水平 在這半年 都很難會出現 現階段來說 如果你說看煤價 當然 很多人都會看煤股 但是 煤股那方面 會否對煤價的敏感度那麼高 反而我會看電力股行業 對於煤價的表現 相對之會高一點 以現階段來說 未來的半年 整個電力板塊 會否隨著中國的經濟 上升 而有一個更加利好的作用 以剛才那份表來說 反而看到 可能煤價的表現 反而影響到電力行業的利潤 以半年的預測來說 暫時來說 未看到 成本上升 會影響到 整個電力板塊 有利潤下降的趨勢 好 麻煩你 暫時麻煩Hary 這次時間差不多 但這個話題仍未完結 下一節 Hary繼續和我們討論 內地主要電力股方面的比較 以及用甚麼因素 去影響這些股份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繼續討論 發展